连续无场比赛上双且场军得分创造赛季新高 这是来自一名新秀的表现 他就是塔利·伊森 在火箭完成戈登交易之后 伊森无疑成为最大的赢家 他在场上得到了充足的出场时间 从赛季场军出战20分钟提升到29.1分钟 而攻守两端的效率值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即便火箭本赛季没有希望进入季后赛 但伊森的表现 无疑让球迷看到了未来风险上的希望 其实火箭风险三人组各有优缺点 泰特作为一名风险 他是具备持球进攻的能力 同时在场上可以出任一号位的运球组织能力 机动性和积极性是泰特的点 其次来看小马丁 他的爆发能力和反击的意识很出色 尤其是防守能力 小马丁的意识是联盟顶级的存在 最后说伊森他在所有的项目中没有最突出 但是在攻守两端却是最全面的他拥有一双大手 这足以让他在防守端屹立不倒 同时伊森很勤奋 他从三分球再到左手的突破 不断完善自己的武器库 值得一提的是 火箭如今收获了一波两连胜 虽然从战绩方面依旧排名联盟倒数第一 而在过去五场比赛中 伊森的表现十分精彩 他场均砍下15.8分8.4篮板1.8助攻 同时利用积极的防守得到1.4强断1.04改冒 高篮命中率高达54.43分命中率超过6场 非常标准的伊森数据 也难怪这样的球员都喜欢 伊森的得分方式足够吸引人的关注 他可以利用前场篮板二次进攻 也可以在防守端给予对手强有力的回应 重点是伊森是奥拉朱旺以来第一个在五场 比赛中场均数据达到或超过这些数据的新秀 这样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姚明 作为一名首轮第17号秀 伊森的优缺点也很突出 他的左手持球能力很一般 且作为风险不具备稳定的三分球能力 他在场上更多在防守端可以帮助球队 结果在加盟火箭之后 伊森从得不到重视 再到成为稳定的轮转球员 他已经占据了火箭未来发展的一分子 伊森有身高防守能力也不错 他在前场几乎就是一名多面手的存在 所以这位六边形战士 才是火箭未来冲击季后代的最佳模板 不出意外的话 伊森未来将有可能出任球队的首发三号位 只要给予伊森足够的成长空间 21岁的伊森是具备迸发无限的可能性 他就是火箭队的伦纳 当然这次火箭队能够激活伊森 主要还是感谢总经理斯通的辩证 正是因为他扣动了火箭队的交易班机 从而扶证了伊森太太 华盛顿等小江 老王认为伊森他是一位运动 能力与防守意识并层的球员 从他大学角度来看 他在大一场均仅得到7.3分 结果来到路易斯安州立大学之后 大二场均就可以砍下16.9分 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攻防能力和防守 相信假以时日 伊森一定会成为火箭三 奥位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